已经变成这样了 哇什么都没有全拆光了 这怎么弄啊我突然一下懵了 到一个空间 但是你给他射线更明确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做一点 那你这个太难了 女儿 我这有个事情呢 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给我点意见 咱们024现在呢 想要重新的设计 和装修一下整体的空间 比如说关于咱们的四层 看你能不能也过来帮我 也出门画册一下 接到建华哥的邀请 我还挺开心的 但是也有点忐忑 所以今天特意来找建华哥 了解一下情况 建华哥 哈喽 来了来了来了 来我先带你看看楼上的空间哈 呃圆你看咱们现在这层呢 是咱们整个建筑的这个五层 咱们整个建筑当时的设计风格呢 就是想追求一种未来和现代感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这些装饰的这个风格呢 都是像一些大型的飞行器 包括整个的空间像一个大的一个船舱一样 这也是可以供你去参考的 哎反正我是有点紧张挺忐忑的 因为自己也没有设计过一个空间 所以反正我觉得压力挺大的 没问题 我是了解你的 你肯定没问题 所以你就放心的大胆的去想 大胆的去做好 我就大胆想 然后咱们大胆试吧 那走 我先带你去楼下看看 咱们规划的这个空间 咱们下边这个四楼啊 咱们四楼的空间可能跟你上回看不太一样 哦 拆了是吗 对对对对 地已经变成这样了 哇 什么都没有了 全拆光了 给你足够的发挥 我这个压力可大了 哦 这怎么弄啊 我突然一下懵了 没事 没问题 但是我真的有点懵 三天之后 今天召集大家来 建华哥是零二四主理人 然后瑞可哥是建卓是设计师 小何姐是独立的策展人 就是想让大家在多维度上面 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和建议多一些想法 我觉得咱们可以先思考功能性 我的想法是不给他设限 就是我们打造一个空间 有很多可能性 把答案留给来参观 来体验的人 那你这个太难了 我觉得比较好 这样比较好用 功能会有变化 自己的未来 可能会有变化 你来参观或者来玩 都是从一楼 然后玩到六楼 比如说我们打造一个天空 公路楼是有一点飞艇的概念 比如说从天空上来 其实这是一个 连贯性的一个浏览体验 这样是有可能的 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的 天空对我来说它很浪漫 会非常的自由自在 设计的好 有意识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向往的天空 下面咱们聊了 基于天空这个构想 要做些什么 可以做一些像素块 给它组合起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 多功能的东西 可以结合一些 比如地球像这样 照着那个海洋 陆地的比例 给你一个世界 咱们地球上 就这么多东西 你来建立 你来给它摆放 就是相当于地球的资源 是有限的 对 你们人类不管怎么折腾 就是这些资源 就这些东西 对 向大家能够保护 我们的地球 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是 反正大方向已经定出来了 就是 做一个不太设限的空间 然后有像素风 只给台片天空 留白是留给进来参观的人 他们来想象 然后咱们就去实地考察 然后计划怎么设计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咱们四楼见 四楼见 你以前你干过这事吗 没干过 纠结在那个贴的材质 这一块的光源是从哪来的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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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